结婚纪念日揭发视频司机收了21万!黄欣盈姐姐一个被流言狂轰! 谣言满天飞! 有船接在许志安和黄欣盈的司机是以40万港币约21万令吉把车上所拍到的视频卖给港媒。 也有消息指其实当事人早知此事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和协调工作。 尤其是黄欣盈在几天前关闭了社交网留言功能会声会影。 更离谱的是还传有人自称认识郑秀文姐姐姐妹妹赛米已经原谅了许志安。 据悉今天是许志安和郑秀文的结婚纪念日等来的却是老公的贴证。 51岁的许志安安子和46岁的妻子郑秀文爱琴长跑近30载, 期间经历过相爱分手在复合,走过多重考验后决定在6年前走入婚姻。 今日又是逢两人的结婚纪念日,原本应该开开心心的日子, 却不想迎来的礼物却是安子偷吃的短片。 30岁黄新英被曝借入许志安与郑秀文的五年婚姻, 为潜水火速删掉面子书和关闭Instagram留言, 让与众火怒的网友转而涌入其姐姐黄新美的Instagram留言, 大骂黄新英。 网友在留言上大骂黄新英借人上位交婆及退出娱乐圈等, 也有网友替黄新英男友马国明打抱不平, 要求黄新英不要祸害男访。 黄新英是于2012年参选香港小姐入行, 而其姐姐黄新美在她还未参选港解前就已精神闹节目主持人, 在妹妹参选港解成名后连带名气也一同上升。 首先今天记者会的目的是, 很想真心对大家说对不起, 因为自己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事情, 因为这个错我深深的反思自己, 我是一个丑恶的人, 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 我是想承担我的责任。 我那天的却喝了很多酒, 但是喝了很多酒不能是做错事的理由, 我非常后悔。 我很难面对自己了, 我对我自己很陌生, 我的反思为什么不可以控制自己去犯这个错。 在承担责任这个方面, 我觉得会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该部分, 我会停止所有的工作, 直到我找到一个正确的是自己去学做人。 第二个部分, 我觉得自己不知所谓。 因为我的错误, 我的行为, 而令身边所有爱我的人, 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和痛苦, 我最错的地方是迷失了我自己。 我希望在将来的日子里, 所有被我伤害的人都可以好好的。 这个报道让我深刻反思。 我做错了, 对不起, 对不起郑秀文。 。 以后走我自己的路, 我这一刻, 是没有灵魂了的, 我是一个坏掉了的人, 给时间让我找回我自己, 和所有的朋友说一声对不起。 香港训马国民与黄新英相恋近四年, 看似感情稳定的两人没料到背后藏住个谎言。 黄新英最近被爆出一段和许志安在车上激吻二十几次的影片, 此事让马国民惨遭带绿帽, 新闻震惊整个娱乐圈。 受害者马国民随后在微博回应此事件。 女友黄新英出轨事件被爆出后, 马国民三小时前便在微博上传了和黄志文谢雪新的合照, 写道努力工作,意思暗示自己想专心工作,想逃离这残酷的事实。 网友看到后纷纷为她留言打气表示马明你要好好的。 心疼马明。 马国民发文回应女友偷吃事件。 马国民发出和黄志文合照。 马国民发出和谢雪新的合照。 马国民女友黄新英经报于许志安在车厢中激吻片段大批传媒到马国民住所守候, 期间马国民妈妈在楼下出现即被传媒追问有关事件。 。 对于今次片段相当清晰, 马国民妈妈疑惑表示, 许志安?她不是郑秀文的老公。 之后传媒在地上手机给她看片段, 马国民妈妈看后表示, 是不是拍戏啊娱乐圈都好烦。 。 马国民对这段是否好投入? 我东里阿子见过她黄新英有三四次试出街食饭。 对新英印象如何? 普通无话号中意应会中意。 。 马国民妈妈的手机一度响起, 原来是马国民来电叮嘱妈妈不要回答问题, 而马国民妈妈告知屋起楼下有很多记者。 。 据知马国民现在家中递播, 今晚七十要反电视城开场拍降磨的二时。 。 。 马国民与女友黄新英今年越爱越高调, 今日却流出黄新英一杯助她, 跟人夫许志安在车厢中接吻的片段。 。 黄新英、许志安至今未有回音, 正在拍摄新剧《降磨的二时》的马国民今日近中午是二时半在微博上 在分别跟谢雪新、胡红军、黄志文的合照留言努力工作。 大批粉丝留言说好心痛, 又为马国民打气,叫她撑住。 。 由英迷更留言指唐诗勇胡定心还是单身, 暗示叫马国民分手, 考虑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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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